国内体坛消息来看到郭泰元加盟统医师 担任首席兼投手教练之后 今天前往台南和球员见面 郭泰元期许球员们能够自己定目标 同时也宣示 明年希望带领统医师除了拼台湾第一 也要拼亚洲第一 职棒统医师队跟南韩奈格森英雄队进行热身赛 明年起又接下师队首席教练兼投手教练的郭泰元 25号到台南球场看球队求训 只是郭泰元首度跟师队教练团与球员碰面 明年能跟各位一起来打拼 为我们同一次来打拼 当然我们的目标永远是一样的 台湾一 亚洲一 首次见面郭泰元先来一个精神喊话 因为你们都是职业缺业 职业不是说我今天教你们练 你们才练 教你们做什么事情你们再去做 职业是你的饭碗 你要怎么去拿这个饭碗 怎么样去过你过个好一个生活 我想大家应该要自己来定一个目标 接手统一师教练 郭泰元对球队充满期许 球员也对新教练充满期待 有这机会就是可以在她的教导下学习到她的东西 或者她的经验 希望就是还蛮期待明年的球技的 很希望可以从她身上学到不一样的球风吧 大家就说她控球很厉害啊 所以希望可以跟她学一下控球 今年在日本职棒软银队担任投手教练的郭泰元 帮助软银拿到日本第一 所以同一师也希望郭总能帮助球队 明年拿到台湾第一 新唐人有在电视 是今晚台湾台湾报道